哈喽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Panetwork的信息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Panetwork为什么要进行这个KYC 这其中的这个KYC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及有很多的派友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说Panetwork作为区块链里面的一个项目 那为什么在早期的区块链项目中没有听过KYC这个名词 那么为什么在Panetwork这种类型的项目里面 老是听见了有KYC的这个名词呢 那么好要去了解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先去了解什么是KYC 那么这个KYC是know your customer的一个缩写 KYC就等于说是了解你的一个客户的一个情况 但这个呢并不是区块链里面的一个创新 也并不是说是因为有区块链才有了这个名词 那么在早期运用这种系统的呢 是比如说像是一些政府机构 或者说是一些银行机构 或者说是一些评估机构 来对他的客户进行一些调查 以及一些调研了解的一个情况 那么有了这个KYC的这个体系之后呢 那么你才能去将你的客户了解的比较清楚 在现实生活中呢 就是在你的银行里面去 你去开账户的时候 那么你要去柜台呢 上面去填一张表格单 那么一张表格单 那么里面有什么信息呢 有你的个人信息 有你的家庭住址 有你的身份的图片 这些等等 他都要经过去一一的验证之后呢 那么你才能去拿到一个相应的资格 那么由此呢 可以看出在早期的时候呢 这个KYC呢 它并不是一个系统 可以认为是它是一个审核机制 或者说一个审核体系 那么在后期的这个区块链项目中 我们运用了这个KYC呢 它是将这种理念 这种体系 以一种程序的形式 来自动化的去完成这个审核 也知道在Panetwork里面的话 就是有自动审核不过的 也需要去人工去审核 所以说才出现了 第一次没有通过机器审核 那么需要去人工审核的 会付出一个派币的 去支付这个费用呢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在区块链里面 为什么在早期的一个区块链项目中呢 没有引入这个KYC的一个机制 而在这后面的像Panetwork 这些类型的项目中呢 尤其是以手机挖矿的项目中 为什么会引入KYC这个机制 那么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 那么就要从头开始去看待这个 加密货币市场 也就是说这个区块链的整个发展过程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08年的时候 中本充发布了比特币 那么这时候呢 才有了这个区块链这一说 才有了加密数字货币这一说 那么当时呢 它是一个 属于是开辟者的一个状态 那么随着而来的 那么走的它这种模式呢 其实都是以它这种方式去做的 所以啊 在当时的这个情况就相当于是 在蛮荒的一片荒芜的地方 去开辟出一条道路去走 那么随着后面的慢慢慢慢的成熟 走的这个人越来越多 以及这个市场越来越庞大 那么加入进去的人也慢慢的多了起来 那么进去的当然不光是一些散布了 还有一些团体 还有一些机构 那么随着时间慢慢的退于这个 区块链市场的一个发展 因为区块链本来它是一个技术嘛 这个技术确实对人类来讲呢 是一个需要去发展的一块领域 所以说呢 慢慢的在这块领域里面去发展之后呢 那么进来的团体就更加多 以及进来的金融机构呢 也慢慢的增多 就是大家在今年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二级市场的加密数字货币的涨跌幅 和美股的一个涨跌幅是比较相像的 有时候美股的涨会带动 数字加密货币的一个上涨 美股的下跌呢 也会影响到数字加密货币 所以说他们的关联性慢慢的在增强 所以说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区块链这个市场 加密货币这个市场 并不是由原来那一群散布去玩 也并不是说 以原来那些懂技术的人在玩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是 平民化 普及化 以及团体化 还有呢就是金融化 比如说比较出名的 以灰度基金为例的 这种类型的基金 那么都有进入到这个区块链的市场 那么这个区块链的市场的蛋糕呢 是慢慢的慢慢的 是在被做大 那么像以前的小的蛋糕的时候呢 进入的人群呢 主要是一些什么呢 一些懂技术的 那么技术流 技术流在玩 还有呢就是一些的炒作者 愿意去冒险的一些炒作者 那么随着后来的话 那么随着现在慢慢慢慢的 这个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 也在慢慢的变大 那么进去分这个蛋糕的人呢 也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包括一些机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什么灰度机构啊等等 一些其他的金融机构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市场变大了之后 那么能去关注他的人就更加多了 那么关注他的人更加多了之后 那么他就要去得到一些更好的 一些完善 像在以前刚刚发展之初小的时候 那么政府肯定看不上 国家也看不上 机构也看不上 觉得你这是小打小闹 没有太在意 那么你们去发展 那就去发展吧 但是你当这个参与的人多了之后 蛋糕做大了之后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就得让你们去规范化 包括说到现在为止 也有很多的国家 他是不承认这个数字货币的 也不承认加密数字货币这块 但是他也不去做反对 也不去反对这块市场去发展 因为他这个是属于是 民间自发组织的一种共识理念 你说他做了什么坏事吗 那他没有 他只是这么多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而已 那么你说他给人类带来了 有很大的好处吗 但目前来看也并没有 反而是对很多的国家 造成了一些定的困扰 那最简单的举例就是说 这个洗钱吧 就是说有的国家的政府官员 那么他们贪污受贿的资金 进入加密货币市场 来进行一个洗白的情况 是大有存在的 利用它来洗钱的话 是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去做到的 你看像早期的比特币 莱特币 门罗币 这些是吧 都是可以去进行匿名的 那么包括现在的话 真正能做到匿名化的一个币种 其实是门罗币 因为门罗币它一直是作为一个暗网 在使用的一个币种 所以说它的匿名性是非常的强 而并且是不可追溯的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币种 就受到了很多犯罪分子 或者说是这些 搞不法活动的这些人的青睐 那当然随着这个区块链市场 这个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蛋糕 越来越大 做得越来越大 它不可能说是永远在 这个阴暗的一面去做下去 那么它肯定是要去注入一些 真正的正能量的一些东西 一些光明的东西 那么区块链 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技术 是一种科技的创新 那么你把它用于这种污秽的 黑暗的阴暗的一面去使用它的话 其实对人类的整个发展来讲 其实并不太好的 也就是说在它前半场的 一个发展当中呢 是和这些灰色地带的一些 有相关联的 所以说就造成了有很多的国家 禁止人们去炒作这个数字货币 因为在这里面参与的 犯罪活动的比例比较的高 那么有的地区国家呢 就不愿意让他们的国民 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就是说不想让他们的国民 去帮助这些人来把这个钱给洗白 所以说到了这后面的一些 数字货币的诞生呢 就引入了这个KYC的机制 那么就以我们的PiNetwork 这个项目来言的话 因为它想做的呢 就是说它要做一个生态 它主要的目的 说白了就是做一个生态 它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 那么要做这个生态呢 它就要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也就是说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的一个 拥护与支持 那么它这个生态做起来才有意义 才能叫它做大 那么像你就在一个小的范围里流通的话 你这个生态做起来是比较难的 就算说做起来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么好 你要将你的这个生态做大 要要很多的人去参与 那么你要得到很多国家 或者很多地区的国家的一个认可 以及一个联盟的认可 认同你 那么他们才会把你的这个机制 让他们的国民去玩 那么他们怎样才能放心的 让你的这个项目 让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国民去参与进来呢 那么你就要拿出你一个可靠的信息 那么你要证明你走的不是这些灰色地带的 所以说在后期想要去获得这些国家地区 去支持的这些类型的区块链项目呢 他们就要引入KYC这个机制 因为KYC的机制呢 他就了解了他每个客户的一些信息 那当然了 你是通过KYC了之后 你肯定就是一个合法的在链上运行的一个公民 从线下变到线上去了 那么你是一个良好的公民 那么你在线上 也就是说在区块链上面呢 你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存在 那么既然是这样了之后的话 你肯定就不会去乱来 那么那些参与洗钱的 会参与那些违法乱纪的呢 他们也会被记录在里面 所以说就很好的去被标记了 所以说为什么Panetwork的这个项目 项目方有说过 他要去符合很多国家地区的一个法律条款 以及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来推行这个KYC 因为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去做铺垫 那么他现在如果说通过KYC 你在你所在的地区通过了之后呢 那么你以后想要去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 有很大的可能是会得到你地区的一个认可的 所以说KYC是对于这类型的项目是比较至关重要的 而像这种类型的项目呢 他走的路线呢 也就是说合法化光明化正能量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就比如呢 你去买卖东西 做交易 去进行线上开店 那么去线上销售 去线上消费等等 这些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拿来做一些不法的活动 违法的一些活动呢 它将是不会被去允许的 其实你也不敢去这样做 因为你是通过KYC 你也知道你的身份信息 有存储在这条链上 你也不敢去乱来 所以说呢 它就减少了在链上犯罪的这个几率 所以说随着未来的很多区块链项目呢 都要去进行KYC 慢慢慢慢的 这整个的数字货币加密市场呢 就会由原来的不透明性的 不可追溯性的黑暗了一面 慢慢慢慢的变为 以这种去中心化的 透明的这种区块链为主 那大多数的项目都是有缘可循的情况下 那么在外部的一些资金 就是一些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 它就敢向这个加密数字货币市场去进军 那当然包括国家机构啊 以及政府机构啊 以及财团啊 他们都可以放行的走进这个数字加密货币市场 因为大家也知道 现在这个数字加密货市场呢 是非常小的一块 但是它现在虽然说是小 但它在和它当时比已经有所长大了 并且呢 它还会以几何形式的往上去突破 变成和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股票市场也好 房地产市场也好 像这样的一个可以让绝大多数的人 敢来参与的一个经济体系 所以说这个KYC重不重要啊 对于如果说你参与的这个是正规的项目 是一个公开透明公平的一个项目呢 它这个KYC当然是重要的 如果说你想参与的是 你想一去把你身上的钱洗白 当然这些项目你肯定不愿意去参加 你还是愿意去买那种门罗币啊 这种类型的币种 所以说在未来的加密货币市场呢 分为两派 一派呢 就是坚决的拥护这种光明的公平化的 以及可溯源的一种加密数字货币 那这种呢是适用于大多数人 也就是说这些普通的人去参与的这种项目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分为了匿名性的不可追溯性的 因为它的资金呢 它不想让别人知道它的资金来源 也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有多少钱 我转给谁 我想给谁 我也不想让你们知道 那么他们呢 就会选择另外一种类型的币 所以说在未来的一个项目参与当中呢 逐步逐步的KYC的项目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KYC对于一个项目而言的话 它标志中它是合法化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 那么总结一下 KYC就是说了解你客户的意思 在未来的很多项目中呢 都会引入KYC这种机制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会收到 好了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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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